一名男子在一个密室中醒来 房间每面墙上都有一道方门 但除了颜色各异的房间外 根本没有出口 就在男子刚踏进新的房间时 下一秒就被锋利的钢丝切成了碎片 另一处房间 一个黑人从底部房间爬了上来 发现了昏迷的大白 不久一扇方门也被打开 出现了金发姐和学生妹 还没等众人搞清楚状况 密室顶部的方门也被打开 是个白发苍苍的大爷 为了搞清楚诸人被绑架到这儿的原因 五人各报了姓名身份 黑人是警察 大白是建筑师 金发姐是医生 学生妹则是一名普通的大学生 而大爷一直不吭声 自顾地脱下鞋绑着鞋带 随后打开一扇方门 将一只鞋子丢了过去 只见对面房间墙壁里 喷出熊熊烈火 瞬间将鞋子吞噬了 原来大爷是利用鞋子 来探测房间是否安全 大爷解释道 这里每个房间里都欠有运动感应器 处处都是机关和陷阱 要想活着出去 必须小心 这时黑人也想起了大爷的身份 这正是成功越狱七次的飞天神鹰 这可是高人呀 但众人还没高兴几秒 大爷就跳进了一个血捡过的房子中 被强酸喷中 当场毕命实在是高 众人看到这一幕 再次陷入了惊慌 就在这时 黑人突然发现 众人的首饰珠宝都被抢走了 唯独学生妹的眼镜还在身上 这明显的不寻常 让学生妹发现了幕后黑手 留给他们的一线生机 学生妹是数学系的高材生 每个密室房间之间的通道 又有数字 其中必然有玄机 经过仔细观察 学生妹发现 所有有陷阱的房间都是质数 而安全的房间都是非质数 这样的发现 让众人再次看到了希望 他们避开危险 不断向前 终于碰到了新的被困者 但让众人惊讶的是 这居然是个智障人士 嘴里一直神圣叨叨 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的金发姐 照料起了智障人士小智 无人便继续前进 很快众人又发现了一个非质数房间 有了之前的经验 黑人十分自信的打头阵 突然 学生妹惊声大叫 让她别动 黑人仔细一看才发现 吸而锋利的钢丝 已经将她包围 趁着钢丝合拢前的最后一刻 黑人跳了出去 捡回了一命 小智受到惊吓开始狂叫 黑人也受了割肉之痛 开始发泄怒气 现在智障推理已经不再可靠 众人必须另想办法 而这时 小智的三级来了 金发姐急忙将她带到一边解决 房间里的环境愈发恶劣 他们却迟迟没有办法 此时黑人开始拿 没有丝毫贡献的大白撒气 疯狂讽刺大白是吃软饭的跟屁虫 甚至联合众人排挤她 大白被激怒了 却说出了让众人震惊的话 大白居然是知情人 面对众人的逼问 大白说出了一切 他是这个巨大建筑的设计者之一 但只负责其中一部分架构的设计 对于其他的一切都一无所知 听起来的确无辜 但帮凶这个身份 还是让黑人将满腔怒火 发泄到大白身上 狠狠地殴打了对方 而学生妹通过大白的信息 推测出这个建筑杀阵中 至少有17576个房间 这个数目足以击垮众人的意志 但学生妹随即想到了迪卡尔坐标 这个立方体内部的设计者 使用的是几何学 通道中的数字正是用类似经纬度的方法 标明了众人在魔方中的位置 经过学生妹的计算 得知他们目前的位置 离立方体边缘 还有7个房间 有了希望众人立即动身 但来到第6个房间时 他们发现里面设有声控陷阱 要想通过这里 必须保证绝对安静 大白带头爬下房间 打开了终点的方门 随后几人开始接力往下爬 就连小智这个最大的不安定因素 都成功爬进了房间 可高兴的小智 却发出一声大笑 差点把电后的黑人害死 大打出手下 医生金发姐出来阻止 血液落得一样的下场 争执间众人终于看清了黑人的真面目 随后大白打开方门 他们终于来到了建筑的边缘 可这里没有出路 众人只能尝试将衣服打结 派出金发姐荡过去看看 可还没过几秒 建筑突然震动了起来 导致众人集体脱手 千军一发之际 黑人抓住了救命的医所 可就在抓到金发姐的手后 他想起了对方三番四次的挑衅自己 最后他撒手了 回到房间 他向众人谎称 没能抓住对方 除了绝望 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很快疲惫的众人睡着了 可学生妹在迷迷糊糊中 被黑人悄悄带到了另一个房间 他想要抛下大白和小智两人 甚至想对学生妹心怀不轨 此时大白赶来阻止黑人 却被黑人打伤 丢进了下方的房间中 当众人往下一看 里面居然躺了一个人 大白突然哈哈大笑 原来那个人 正是死去多时的飞天神鹰 根本就没有什么出路 他们一直都在绕圈子 就在众人都失去意志时 大白却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这个房间隔壁 没了大爷重埋伏的那间房 原来他们没有绕圈 而是房子在绕 这也能解释 时不时出现的机关响声和震动了 这个发现给了学生妹动力 而标记一个不断运动点的方式 就是排列 列出房间移动时 经过的所有坐标 就能得出房间的起点 经过一番计算 学生妹得出 之前他们所经过的一个房间 就是起点 只有前往这个房间 他们才能回到外界 可新的问题随之而来 他们经过之前的计算得出 有机关的房间 是以智数的秘来标志的 和每个房间 每个方门都是一个九位数 这样庞大的计算量 除非有一台电脑 否则没人能够靠心算算出来 就连学生妹也不行 就在众人准备赌命时 智障小智却说出了一个数字 他居然在瞬息之间 完成数量庞大的运算 他不是智障 而是数学天才 学生妹依靠小智的计算结果 带着众人辨别了一个个安全屋 此时殿后的黑人 却被面前的大白 用门狠狠卡住脖子 但重伤的大白 在力气上完全不是黑人的对手 等到暴怒的黑人走进房间 却没找到大白的身影 突然大白将黑人下方房门打开 对方立马坠落下去 直接摔得昏迷了过去 很快三人来到了起点 他们打开房门 那正是他们心心念的青天白日 可看着这一切 大白却倒了下来 不愿走了 他不愿回到那虚伪愚昧 满是欲望与邪恶的世界 在他看来 外界的险恶 与这杀阵相比 并没有多少差别 就在下一秒 学生妹突然呆住 他的心脏被刺穿了 大白连忙让小智逃走 自己却被黑人刺穿了腹部 此时小智爬了出去 而一阵阵动猛然响起 房间又要移动了 黑人立刻爬上去 想要逃出生天 可奄奄一息的大白 紧紧抱住了对方的腿 这下结束了 轰隆声愈发清晰 一声绝望的惨嚎 黑人被杀阵腰斩了 最后 冰死的大白 爬向身亡的学生妹身边 倒了下去 而这一伙人里 只有小智活了下来 走向了众人 求而不得的光明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新黄芳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